我在这边听两位大爷聊天 他们聊的就是有一家喜业还不错 三十九年喜大宋 两个大爷好可爱 来东北的最后一顿 咱们一定得去尝尝我从来没有吃过的 非常别致的大包子 好香就闻到那个油羊肉的香味 好稳呀 好稳呀这家店感觉全是本地人 对就是这包子 三块钱一个的牛肉大包子 我发现了这个 各种牛的部位在这里都能做成美味家庭 这个溜白口就是流舌吗 还有这个姜耙 胸口是溜胸镖的肉吗 要四个包子 一碗羊杂 三瓣白菜粉丝 豆沙铁牌 好就这样吗 多少钱 嗯 怎么了姐姐 菜菜单在那边也可以看 没事没事 都被你们看到了吗 好可爱的姐姐 然后我一根点完了 总共八十九块钱 粉丝白菜 粉丝白菜 好吃 继续的白菜糖 酸甜口的 我第一次吃这种凉拌菜的味道 好像这个白菜感觉很上磊 很脆 很水 好新鲜啊 这个凉拌菜 这个我从来没有吃过 香扒牛胸口 虽然看着薄薄一盘 但是感觉 每一片肉都很得劲啊 好好吃啊 它这个酱汁是蒜香多了一点欠的 不咸 烘口吃很香 嗯 这口你的嘴巴会糊糊一样的感觉 我好喜欢 这一口给大家吃 脖子很爽 四个包子 一碗羊汤 透油 透油的 大包子 好难一些 哇 它像饺子一样捏的这个样子 这个包子卖三块钱 我心直口服 从外道里 都酱酱酱酱酱酱好吃 一整颗爆炸牛肉丸 口感香味 都非常的棒 嗯 二十个打包带走 我懂了 没有懂 没有懂 然后不要肉的羊汤好像是五块钱 我知道它这些调料的用处了 这个羊汤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调料 我叫粉来一点 你们听到那个脊髓声音吗 太好吃了 常来要求东北的包子全国连锁吧 再来再来 哇 尝点东北辣椒 尝点东北辣椒 我觉得我来的这几天 盐味吃大了 我刚刚放了三勺盐 都觉得还差一点盐 这一会儿够了 我等会儿要打包 二十个脚包子的 哎呀妈呀 这只水 二十个包子应该能够安检吧 而且还要再加三个包子 太好吃了 噔噔噔 哇就是你吃这个包子 首先不要去咬它 先 再两边用力吸一下 嗯 北方的面真的特别的软和 特别的香 哇好好吃 酥脆 每家要尝一下 东北的牛肉包 真的好吃 会不会每家都是这么好吃的 我的时间快要来不及了 那我们就下一次来吃烤鸡架吧 烤鸡架有哪些好吃的 大家可以告诉我哟 咱们来加点醋 米醋 调个料汁 这包子不蘸料汁也好吃 因为我怕大家误会 以为我蘸料汁就是不好吃 其实不是的 只是想尝试一下它不同的风味 嗯好吃好吃 看下这里的呛白豆腐丝 它还叫做半干豆腐丝 但是这个豆腐丝很软很软 好香啊 嗯你们不要被冰淇淋了可以吗 这个人看着它没啥水 但是可香可好吃了 哦可以加汤吗 可以 好嘞谢谢 我先去打包吧 要20个包子打包 用盒子帮我装嘛 这个菜人们看看 豆沙茄排 用茄子做的一个油炸 把茄子里面加豆沙 请你们 绝了 不要吃甜似的我 真负我了这个菜 有一种炸出来叫炸香蕉 然后甜的 吃下去的快乐 我觉得 豆沙茄排比炸香蕉都还要好吃 口感会更丰富一些 茄子跟白糖跟豆沙搭配我的甜 太妙了 吃的时候一定要蘸一点这个白糖 太快乐了 太快乐了 油温炸过的豆沙 它会更加的软甜 更加的香 这个汤非常非常的鲜烫 让我找到了另外一种吃法 过一下 炸一种麻辣汤的快乐 可不可以吃 炸一种麻辣汤的 嗯 这看我有多么爱吃的菜 一盘光光 真大神奇的屋里头有这么多 十个这么大一袋 我会呵护你不爆汁的再到成都 这个确实要吃了 比较好吃 比较好吃 好了今天视频差不多知道 这家朋友们下巴巴 阿生文 阿妹子跟我一起做一块的吃货吧 我们下期再见吧 谢谢 谢谢大家的关注跟支持 姐妹们不知道是这毛鱼热 还是什么 我在里面 居然流汗了 好热好热 喝了一碗非常热乎的羊汤 真的很暖和 范梁刚刚问我的账号码 然后他们就叫我小朋友 刚才隔壁桌的大哥也是 小朋友 咱东北再来哈 记住再来哈 他们叫我小朋友 好吧 来东北这一次 从落地的鸭蛋变成小朋友了 我的天 太搞笑了